陈东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盛须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862集 在这片星空中 以这两族为霸主占据统治地位 故此也就有了这样的命名 这片星域就在楚风他们的前路上 相对来说不是很遥远 最起码比其他那些富有盛名的星系 还要近上很多 在龙雀星系中 有一片奇异之近地 明镇宇宙太有名了 被称作九幽 阴寒刺骨 仿佛人间地狱最深处 整年是阴气嗖嗖 别说阳间的人 就是这片宇宙的生灵都受不了 觉得那里是明土 是阴间 这块禁地中 出产九幽石 比起所谓的不可融化的玄冰等 都要厉害很多倍 是天生的极寒材料 楚风他们当然不敢进九幽禁地最深处 那样做等于找死 因为有应照诸天纪的人物 都曾死在里面 不可硬闯 他只想在外围采掘一些九幽石 用场域的手段刻下各种符文 嵌在飞船上 隐去滚滚扬起 让他看起来正常一些 这样的话 然后去征战各地 去截杀天神族 西林族等 就不怕暴露 不用再担心 被全星空的强者捕捉 一会儿将临后 要小心阴雀这个种族 楚风提示 已经接近目的地 看到一颗黑色的星球 隔着漫长距离 就已经觉得冰寒刺骨 阴雀 最喜欢冰寒之地 每年都有该族的强者来这里闭关 尝试突破 已久由寒气吸力肉身 锤炼精神 阴雀一族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用阴气吸力 蜕变为至阴之体 还有一条路 就是蜕进寒气 聚纳太阳火晶 向朱雀转变 比如 阴雀雀走的就是 向朱雀进化之路 这颗九幽星 对阴雀一族至关重要 金身层次以上的高手 最终都要来这里走上一走 进行吸力 传说 阴雀一族的十足 当年曾强大至极 能进九幽星非常深的地方 可惜 终究没有走到尽头 在晚年将作画前进去 就再也没有能出来 故此 这里越发显得神秘 应照朱天及志强者都忌惮 赶进去探险的各族谷祖 死了不是一两个人 整颗行星都是黑色的 接近后 哪怕身在宇宙飞船中 都感觉到阴冷于可怕 过去 曾有人恼羞成怒 远距离用大杀器击触 用宇宙战舰轰击 结果这颗行星 根本毁不掉 反倒腾秦漫天的九幽黑气 将所有出手的进化者都吞掉 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是楚风从光脑中调出来的 详尽资料 在路上就已经告诉给少女夕 让她有了心理准备 她呢 生出了强烈的好奇心 可是当真正降临 出现在这颗黑色星球上后 她开始叫苦 简直无法忍受 太冷了 真是受不了 就是楚风都在抱怨 并且向少女身前凑 运转呼吸法 吸收她的阳气 你在做什么 想采解我的阳气 用你的阴虚肢体 点心的恶鬼 色鬼 楚风被说得哑口无言 这是什么怪话呀 这都能行 很快她辩解道 我是男的 君子采也是采集阴气好不好 别说混账话啊 去死 少女夕 甩给她一个后脑勺 不再看她 楚风转移话题 你确信 这飞船强大的邪虎 可以轰杀圣人对吧 什么叫邪虎 这叫强大 是我爷爷亲手炼制的 杀鬼兽 自然没什么问题 楚风的双目流动神盲 略带兴奋 那就好 我期待遇上几只超级阴雀 都给轰成渣子 让他老了都不认识 另外 离开这里后 顺便去阴雀的祖星上走一趟 替他们检查一下宝库 我严重怀疑 那里年久失修 需要我们特别的关爱与呵护 少女夕举双手赞成 简直是一拍即合 而后她又眨巴着大眼 看着这片黑色大地 我喜欢 最助人为乐了 其实 我更想进这九游境地深处去看一看 说不定会有什么混沌质宝 如果能带回阳间 以这种阴间森寒之气 足以能轰杀一片又一片强敌 你给我悠着点 连映照猪天的生物 都在这里相继陨落 你别没事找不舒服啊 楚风警告他 然后 他们踏足一片更加黑暗的土地 来到传说中的九游景区 与此同时 遥远的星空深处 西林星外的月亮之上 阴九雀 宇文成空等亚圣 余圣人在告别 要踏上归途 道友 我真的很需要你这样的强者 助我一臂之力 我用一块母金跟你交易 买下这颗头颅 难道 都不能请你顺便帮我护法一次吗 临别前 阴九雀再次提及 他很渴望 想让史上帝九互道 帮他恢复道横 伟横年轻而俊美 白旗的面孔上带着笑容 实不相瞒 我要冲击映照朱天景 无暇分心 不过我的幼子足以圣人 他虽然是亚圣 但是可震杀一切真正的圣人 道友 如果你在这里闭关 我自然会鼎力相助 你可以考虑一下 这一次 我不打算走旧路 不再向朱雀转变 而是要去九雄星 成为太阴神雀 卫横 双目深邃 脸上露出意思 九雄禁区 一个很可怕 而又有意思的地方 上古之时 地球上三大巨头层计划去探索 很正重 那里似乎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可惜灭族大战突然爆发计划搁浅 这样吧 你们先去 万一有什么异常 直接用光脑联系 我很快就可以赶过去 毕竟两个星系间有传送场域实在不行 我就让通天虫洞公司帮我迅速的开启一条超级虫洞 瞬间降临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阴久却也不好强求 他真正需要的不是护法 因为身边有宇文成空几个人就足够了 他其实是想让他相助 在成圣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 毕竟这可是一位绝代圣人 都在冲击应照诸天这个境界了 如果魏恒一同前往 帮他恢复道行 再速亚圣根基 肯定远超其他人联手的效果 毕竟全宇宙的强者都认为 当年夭夭 九窍通天杜结体那一代人太超凡了 远胜其他时期的天才被誉为黄金一代 而魏恒能挤身在当中 魏力星空下第九 应该比后世各个时代的天才更厉害 显然 魏恒知道阴九雀心中所想 胆笑道 别担心 我的幼子接受过我的灌顶 懂得也不少 到时候他同样能给你一些建议 或许近期你就能成圣 而不是止步于亚圣那么简单 很快 魏恒的第八子魏天圣来了 是魏恒最小的子嗣 跟他很像 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俊美而妖艺 气质出众 阴柔其偏重 简一刹那 阴九去 宇文成空等人便心中一灵 分明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强大的离谱 如果不是魏恒亲口说他这个幼子是亚圣修为 他们真怀疑早已经成圣 他们敏锐的察觉到 这个魏天圣随时能成圣 应该是在刻意压制道行 在案子积累 他目标远大 最终他们上路了 带着封印明书头颅的罐子 赶向了九游禁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